所以这样子讲 授词读诵 读诵 导师大家都会 读诵金刚经 大家都会诵 也会书写 都会 但是授词 又不容易了 重点就是在这个授词 你接受它的要义 而且能够还要 持它的要义 我昨天已经讲了 你还有脾气吗 有脾气 有习气吗 有习气 纵然你了解了金刚经 懂得金刚经的要义 但是你持就不能 你受持就不能 你接受了 但是你没办法持 你习气还在 所以你习气 一定要慢慢地减 所以授词两个字 你就是要 一定要把你自己本身的人的习气 给他剪掉 给它剪掉 像贪啊 篪啊 贼啊 鱼啊 满啊 另外的吃醋啊 激度啊 都是人的习气 你这个不除 你就不能够受止 你如果还有脾气 还会恨人家 我恨这个人 我什么人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就是恨这个人 那就是你本身还有恨心在 就是有我 既然有我 这无我相 你就做不到了 你要做到无我相 非常的难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才叫做了意啊 能够了意啊 就已经到四圣界了 等于是圣人了 还是会儿呢 一会儿 可能你和我相 你有没有 我 你 感谢观看